除了60米长10米高的我们的家 我们的花园城市灯组 春风得意孔雀灯组 春道河畔入口处也会架起200数字的龙形拱门 恰逢我国开布200年 讲述我国和新加坡河发展的历史展览 将设在一艘绿头船内 让访客置身在时光之洲的历史当中 我们有不同的会馆 也会带他们籍贯的饮食 通过这样来希望可以传承 华族文化 让更多年轻的新加坡人 知道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演变 为栽培年轻企业家 主办方也首次举办编程马拉松创业竞赛 至今已有29组大专生 呈上以科技为重的商业点子 前三名他们会得到6800块的奖品 让他们能够拿这个资金 来能够做一个小小创业 就是在春日伙伴的时候 卖他们所建议要卖的东西 70%的盈利捐给一个资产机构 另外 访客到时也能亲眼目睹 新传媒新加坡派的节目录制 Aspop听我唱歌手和董兹燕等本地艺人 也会载歌载舞 春到河畔2019将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 从2月3号一直到2月10号 其中四个晚上的烟花会演将由国际烟花设计团体呈现 当中包括美国 中国 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团队 八天的活动预计会吸引超过100万名访客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怡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